在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经济数据 德国公布了他们在9月份的一个工业生产数据 出现了负的1.1让市场失望 另外法国则是公布他们9月份的最新对外贸易的数据 可以看到对外贸易的逆差加大到了34亿欧元 一方面是进口变得更加的强劲 另一方面是出口则有所疲软 在英国方面的最新的经济数据 则是公布了9月份的工业生产的数据 也是让人失望的出现了环比0.2%的下滑 再关注一下美国 美国在星期五是公布了最新的10月份的劳工报告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劲 非农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7.1万人 一改在89月份的疲软迹象 同时失业率保持在5.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是出现了0.4%的环比增长 这是2009年以来涨幅最快的一个月 而美元的走势也是跟随这一系列的数据 呈现明显的反弹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现在下探到了1.0728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5052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上升到了122.88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于加拿大元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了1.3274 这样一个比价保持在支撑线1.3135之上 进一步的出现上涨 未来渴望会看到这样一个比价 首先上扬到1.319之后上升到1.324 如果比价出现下滑跌破1.3135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311之后 现在到1.307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现在也是成压下滑的 那黄金的价格现在下降到了美元1086.60美元 那金价是在一个熊市的轨道当中 进一步的猛受抛压 未来可能会看见50小时的均线的走势 也是进一步的出现下降的 那如果整个的金价维持在美元1114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美元1098美元 之后现在到美元1093美元 那如果能够反弹并且突破美元1114美元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反弹到美元1121美元 之后上涨到美元113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下滑到了美元14.76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Trading三筹 财经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